好 這邊也有另外一種 空間改造的這個圖面 這是一個一二樓的一個 透天的房子 然後呢 一樓 這是改造前改造後 一樓 這邊有一個房間 業主呢想要 把它改成是孝親房 但是先房間太小 然後旁邊這個地方是 廚房然後呢有一個後門出去 好 那 基本上呢在這邊改造的話呢我們會把 孝親房稍微 挪大一點也就是說把這一道牆 把這個有窗戶的這一道牆拆掉 然後呢把這邊再延伸一道牆面出去 好然後這邊可以當作是一個衣櫃的空間 那 這樣子呢 使用的範圍就會比較大了 好這是我們會縮減一下廚房的空間 因為 這地方的空間太小 太比較狹長 基本上用到的機會也沒有很多 好所以呢乾脆就把這道牆敲掉 然後呢這邊 再加一道牆出去 然後這邊可以當作是衣櫃的位置 好這是 一樓 的隔間的部分 有做一個修改 好 然後呢這邊有做一個隱藏門 好可以放這個 儲具啊 這個這個 餐 餐 餐具台之類的 餐廚台之類的東西 好那接下來二樓 二樓呢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業主想要 改成一個書房 好他想要做成一個書房 這邊本來是兩個房間 然後呢三個房間 這是浴室 然後他現在想要改成書房 那書房的話呢我們 所做的就是 要考我們有時候在改隔間 目的第一個是 實用性 那除了實用性之外你可能還要 聊還要去想到 空氣是不是足夠 改了隔間之後空氣是不是流通 陽光是不是充足 對不對 這個地方呢我們會把它 最後把它規劃成是一個 開放式的空間 如果你今天把這個門關起來 基本上整個樓梯間是黑的嘛 那我今天如果把這一道牆 拆掉 把這一道牆拆掉 它是一個開放的空間 這樣子我整個書房會變得很大 因為 畢竟家裡面沒有外人 好所以呢書房 不需要 太多的隱私吧 對不對好在這邊 嘟嘟書啊 辦辦公啊 好處理一下公司的事情啊 應該不需要 太多的隱私的部分 所以呢 跟業主溝通之後呢我們就把這道牆拆掉 就把這道牆拆掉 變成是一個開放的空間 讓它從樓梯上來之後 這一整個藍色區域都能夠算是 書房的空間 這樣子 光線 第一個 牆拆掉了 光線從這邊進來的時候呢 整個樓梯間是明亮的 再來呢 窗戶打開之後呢 這個風可以直接灌到整個室內 好 所以說我們會考量到實用性 考量到空氣的流通 考量到有沒有阻隔到光線 對不對 好那這是一個 拆了兩道牆 其實整個感覺就不一樣了 好最後整個空間就變得比較大了 好所以說有的時候呢 拆掉一些牆面做一些 合理的規劃 好 業主可能沒有想到的地方 你幫他想到了 那之後呢 你接到這個案子的機會 就會比較多一點 好 好這個可以了解一下 好 好 這就是 的